殲17拍下 一名富人兩手拿著空水桶 男子氣衝衝走過來 做事要搶走 還伸手一推 富人重重摔在地板上 後腦勺著地 男子大耳大白的離開 富人也沒有要起來的意思 直到有民眾路過 發現報警 還原當時好幾輛車開到巷弄裡 找不到停車位 結果看到鄰居在家門前放了好幾個空頭 男子一把拿去丟掉 富人立刻追上來 雙方爆發口叫 事發就在嘉義縣中埔鄉10月凌晨 動手的男子揪了一群朋友 到家裡中秋烤肉喝酒 但朋友找不到車位 男子才把鄰居家門前的空筒拿去丟 還推倒追上來質問的富人 導致他後腦勺受傷送醫 該名富人因在自家門口前 有擺放物品占用道路 而遭一名鄰居男子勸阻未果 雙方發生口角及拉扯 該名男子將富人推倒在地自受傷 當時富人痛得躺在地上 沒辦法起身 還好民眾協助報警 陪同就醫 但這兩戶鄰居疑似早就有嫌隙 周回發生肢體衝突 富人也決定對鄰居提起傷害告訴 TVBS新聞記憲和嘉義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